林委好 董事長好 這次這個 我們的民航局的局長 要用這個 特邀貴賓的名義 參加IKEA的這個大會 總是 一向突破 總是一個成就 而外交部當然 在 這件事情上面 做了很多的努力 讓這個 參眾兩院的議員 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 也通過決議支持我們 說歐巴馬總統也不得不簽署 那 所以我基本上我是讚美 外交部在 這麼孤立的環境之下 能夠協助政府 做這樣的一個 國際政治的這樣一個突破 這是值得讚美 我要請教一件事就是說 當時 美國國會 這個兩院通過的決議 跟歐巴馬總統簽署 這上面都是要支持我們 成為 IKEA的觀察員 並不是所謂的 特邀貴賓 那我不太了解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變化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爭取成為IKEA的觀察員 還是我們的一個繼續努力的目標 這個我們也非常感謝 美國方面給予我們非常明確的支持 這個美國的 運輸部長 在IKEA的大會裡面 也肯定我們的參與 也特別提到我們是special guest 那當然這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那至於說整個國際的現實 讓我們也是要顧及到 所以我們為什麼我們對外一直說明 說這次我們能夠去出席IKEA的大會 那我們希望能夠秉持專業務實 有尊嚴有意義的參與 但我們希望能夠成為觀察員 在目前並沒有國際共識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也接受這樣的一個安排 但我們還是感謝國際上對我們的支持 但我們也了解兩岸關係的和緩 大陸方面是有些善意釋放出來 那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國內各界朝野的共識 朝野的支持 我們希望能夠往前走一步 我想在兼顧國際現實的情況之下 我們這次省局長能夠去出席 這個國際民航組織的大會 我們覺得是一個正面的進展 明年呢 明年的狀況會怎麼樣 這個因為大會它是三年才開一次 好 三年開一次 所以接下來當然會有一些區域性的會議 那我們可以參加 我們可以參加嗎 我們要爭取參加 因為這個是一步一步來進行 所以嚴格講起 WHA的模式顯然並沒有被 applicable 到這個IKEA的這個case上面來 目前還沒有完全 因為我那時候我是在國外 是 這個 歐巴馬 這個 國會兩院通過決議 歐巴馬連署的時候 我在簽署的時候我在國外 大陸的政府的發言人 出來說了一些很不高興的話 我就知道事情不妙 好 要用觀察你的身份加入 我那時候跟我旁邊的朋友 同事 我就講說 看起來不妙 所以顯然啊 這裡面還是有 我們政府應該檢討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對大陸的政策 跟對美國 對這個IKEA 對國際這個政治舞台上面的努力啊 兩者之間 並沒有一個很好的coordination 並沒有 就是說你向美國要求 要通過這個決議支持我們的同事 你跟大陸之間的聯繫 顯然是有問題的 好 那胡錦濤的時代 那可能他們的政策 他個人 跟他的政府的風格 可能就是說比較溫和 來看待世界衛生組 大會這件事情 可是到了這次處理 國際民航組織這件事情來講 如果我們並沒有 我們對大陸的單位 負責的單位 主席事者 並沒有跟大陸做好 那個聯繫 那個意見的交換 所以大陸的感覺就是說 你拿美國來壓我 所以我絕對不會讓你用 觀察員的身份來加入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對大陸的政策 跟我們的 對外的政策 外交政策之間 是有非常微妙的關係 跟大陸的關係越好 國際空間可能就越大 關係越快 國際空間就變得越窄 這之間沒有聯繫 所以美國呢 一邊是美國很積極的挺我們 一邊是大陸政府出來交了冷水 我就知道大事不妙 所以這次的 坦白講 外交部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對大陸那一塊百 就不是你們的工作嘛 所以你們這邊 可能得了100分 可是大陸聯繫這方面 可能就是50分 所以加起來就是這樣子 我想一句話 就是我們還是會繼續來努力 繼續來爭取 因為這個IQAO大會的觀察員 其實牽涉到一個因素 那個因素就是 Non-contracting state 就是這個部分 在目前的情況來 不太容易獲得國際的公司 規定要嚴格 對對 要嚴格 是有啦 但是人家出來公開教你冷水的話 就表示說 有些的事是沒有做好 因為這個馬正為止最得意的 就是說大陸政策做得非常的成功 但是這件事情 我認為 並沒有那麼成功 是 要不然人家不會當面教你冷水 對 我們是認為 就是我們出席的待遇 跟其他的觀察員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是一樣的 但我們還有努力的 我看你們中文的這個翻譯 是用特要歸兵 那他給我們的用字 英文的用字 這特要歸兵是誰翻的 是我們自己翻的嘛 這是我們自己 對不對 IQAO並沒有用 所以你們中文用這個字 IQAO是用GAST 對 就是GAST嘛 所以也沒有你剛剛講的 Special Guest 因為你講Special Guest 我在看我的資料 沒有Special嘛 美方的說法是Special Guest 是啦 美國運輸部長在會議裡面 我了解啦 但是 IQAO不是美國的政府組織嘛 對對對 IQAO是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 國際組織給你GAST嘛 所以我們的翻譯 你講貴賓 沒有問題啦 因為我們喜歡用兩個字嘛 來蠶式一個名詞嘛 可是我們自己英文上 是不能用Special Guest 這是我們的朋友 用Special Guest 讓我們高興 可是IQAO最後做了決定 就是GAST 就是客人嘛 沒有什麼特別貴賓啊 什麼Special Guest 是沒有的了 我了解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是一個特點 對 我知道 你們做好家 我要讚美你們 但是我覺得我們做任何事情啊 要非常Precise 要非常的精準啊 人家沒有給我們 我們沒有 We are not so special OK 如果We are so special 我們今天是observer 我們不會是guest 好不好 所以我只是說 別人怎麼講 不管 可是IQAO的東西 要以它的為準 它用的字就是GAS 沒有什麼Special Guest 好不好 我只是說跟你探討 沒有要故意戳你們 我只是說 我了解 我記得我上次有講 教官說過 我們拿Diplomacy那本書出來講的時候 上面就是講 當外交人員很重要的一個特質之一 就是要非常精準啊 所以我只是 把教科書拿來再跟你們談一下 就是這樣 完全了解 謝謝委員 那我們的看法就是 因為這個是一個特別的安排 因為這是一個Special Case 過去從來沒有過 那就是它的特別的含義在裡面 有Special Arrangement 但是沒有Special Guest 好不好 好的 那我另外一個我去看了一下 102年我們駐利比亞代表處 我持續關注這個事 我每次質詢都會提這個事 因為我們整個北非 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就是利比亞 其他地方都沒有我們落腳之處 我看一下我們102年的預算是766萬3千元 我不會去問你們說你們怎麼花的 沒有錢白就不能辦事嘛 766萬台幣也沒有多少 可是我看你們今年 編的是1,121萬8千元 整整比去年增加了 去年編的預算增加了355萬5千元 增加的幅度是46% 而且還在裡面講到103年要購買館長的坐車 和公務車各一步 所以再不違背國家利益的前提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是不是就表示 我們對利比亞的這樣的一個關係 是的確有在增長 否則你們增加這麼多錢 而且館長的坐車也要買 公務車也要各買一步 那是不是表示我們有一些好消息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利比亞當然是我們在北非非常重要的據點 那過去一段時間 事實上我們也有同事到利比亞去 那目前的情況當然還不是很穩定 因為原來我們的代表處本來就有 所以我們事實上並沒有把這個代表處取消 那我們希望能夠再進一步的加強這一方面的接觸 那我們也透過我們在中東兩個代表處 持續的跟利比亞方面保持聯繫 我們希望會有些競爭 我們在利比亞現在究竟 你現在要幫館長買坐車 請問現在我們的館長人在哪裡 我們現在事實上是目前是在台北 我們並沒有派 對 所以 有接觸 你買的車是在台北用 還是要在利比亞用 不是 這就是要恢復色素之後才會使用 OK 所以他人現在在台北 對 所以我們試在利比亞現在是 沒有一個工作人員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主要是那個情況還不是很穩定 可是我們有人進去 我們有相關的人進去 也就是將來使用是等到恢復色素之後才會使用 對 這個我了解 你們是不會亂用錢的 但是我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是 你們這樣增加費用是 的確表示 有在改善的關係 我們認為雙方面的對話有改善 那在格達費的時代 我們跟利比亞所簽的色素的協定 不是跟利比亞外交不簽的 你知道嗎 我了解 對對對 所以我們現在 要跟誰打交道 跟他們的政府 不過主要還是跟政府 包括他們的相關的部門 其實都有在做一些聯繫的工作 我們也通過這個利比亞 在中東的大使館之間也有聯繫 這個聯繫的工作持續在進行 我最後講了 要講了 一個 我的概略的一個看法 不是評論 其實外交部在國際局面 這麼孤立的情況之下 你們其實做了很多的事 我想我們很多同仁 特別這個委員會很多同仁 是到過很多的國家 去看你們的管處的工作的狀況 那其實不要去看 譬如說我們跟菲律賓的關係 處理這個遺傳的這個事件 我想外交部是處理得非常好 這次他們就真的是道歉了 而且賠償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們答應不再使用槍戒 來對付我們的遺傳 這是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認為整體而言 我認為我們的住外人員 真的蠻辛苦的 你要幫他們爭取更多的一些福利 不要每次要靠去罵那個什麼人事 什麼總處長什麼這樣 然後才那個 你要更加的透過行政院的院會 去爭取 住外人員真的很辛苦 他們住的地方 越來越離開 辦公室越來越遠 因為你們的錢沒有增加 然後他們各地的物價都在飆漲 越住越遠 所以我認為做一個外交部長呢 你就要幫你的外交人員要爭取 現在的外交的預算我是不滿意的 我如果這個錢是沒有辦法達成我們想要追求的目標 你要好好多爭取外交部的預算 國家整體預算這麼龐大 外交部預算如此之小 你如果去在全世界去追求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很難啊 所以我認為你要非常強硬跟堅決的跟行政院爭取更多的預算來追求 你們想要追求的外交部